二年53歲的郭笑雲 近年轉至內地發展 即將是週五迎離54歲的她 每天來拍攝了多段影片 預告將會在生日當日開直播和粉絲一起慶生 除了會送出超多大禮之外 她對自己亦絕不手軟 一次過為自己準備了54份生日禮物 片中所見 郭笑雲身後擺滿了黑色禮物盒 每個盒上都標注了歲數 18歲生日禮物就是價值近5萬的Chanel手袋 28歲生日禮物是轉介 當中最大手筆的就一定是54歲生日禮物 原來是一輛過百萬的保時哲明車 雖然郭笑雲加入直播帶貨行列只有短短一年多 但已經搞得有聲有色 先後在信德和杭州置業 現在自己住在杭州的她獨佔千呎豪宅 可見郭笑雲事業發展非常順利 賺到盆滿撥滿 今個月初剛剛度過58歲生日的影后吳君渝 早前為了拍戲驗了金髮 感覺新鮮又年輕 日前有不少網民在中環偶遇吳君渝在鬧市中拍戲 幾位網民都有把拍到的照片和圖片放上社交網分享 其中一位網民更和吳君渝自拍合照 由那幾張自拍照中可見 吳君渝無懼以死亡角度自拍 親手拿機對正自己的臉拍大頭照 有網民只這樣會令吳君渝顯得面大 樓主立刻回覆對方表示 她要求我們站後面的 觸見吳君渝超級親民 想中的她狀態極佳 膚質都是十分之好 可以媲美少女姬 令不少網民大為驚訝 下個月就踏入73歲的李隆基 和給她小36歲的未婚妻黃青霞愛得甜蜜 兩人將會在年底結婚 近日李隆基接受網台節目主持人楊紹雄的訪問 被問到為何決定和黃青霞結婚的時候 李隆基表示 在訪問中 她已經稱呼黃青霞做老婆 看來兩個人真的打風都打不掉 而李隆基亦早已將名下的七個物業 全數轉到黃青霞名下 可說是將未婚妻重上天 吳千宇向來都喜歡在社交網 分享她的生活點滴 經常到處遊山玩水的她 一前就和好朋友相約出海玩 還拍了短片和大家分享 千宇在片中以泳衣衣服 大show fit 爆身材 令農浮特的身材 不再好像以前受到像紙片人一樣 身上長豬肉的她 更加有小肚腩 網民紛紛留言大讚她好fit 又指她和富三代絲白熊拍拖 太幸福了 所以有幸福肥呀 胡亨宇在2015年嫁給圈外男友李承德 結婚後生了三個兒子 大仔李逆亭 今年7月在名牌幼稚園畢業 一前亨宇在社交平台上載大仔 回新學校的片 見到兒子揹著書包 和媽媽說bye bye 走入學校門口段路 就足足回頭九次 難怪幸兒說 我的前世情人 而幸兒大仔升讀的小學 是有不少星二代 都爭著讀的寶梁谷塞的有學校 徐淑敏的大女王心堯 郭俊安的大仔郭令山 郭可瑩的女兒林天若 胡樂妍的大女兒和二女都曾經是校友 寶梁谷塞的有學校 是近年相當受歡迎的一條龍男女私立學校 每年多達四千人報名 差一百八十個小一學位 他的教學模式傾向國際化 提供中小學十二年一條龍課程 五年小學課程的學費 已經由去年的八萬二千五百元 加到九萬零七百五十元 而去年十二也由十二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元 增加到今年的十三萬六千零四十八元 五十一歲的張志琳早前被老婆袁詠宜出賣 曝光了她滿頭白髮兼白髒的樣子 不過近日她已經將白髮染黑 早前她和古天樂一起出席電影前首演禮 已經馬上回春 日前她更加以機長的造型 為香港國際機場發攝宣傳片 令人忍不住淋巴起 她在劇集中飾演的機師Captain Kuo 從片中所見 她穿著機長衣 戴著黑超 一時拿著杯 一時又自己拿機 全程都搓到爆 就好像酷摸上身 網民都紛紛留言大讚 話句神還原 謝霆鋒和張柏芝所生的大仔 謝震軒Lucas轉眼間已經十六歲 也是時候拍拖了 早前有網民就拍到Lucas 和一名長頭髮的女子同由澳洲 以至於戀情曝光 不過生父謝霆鋒就沒有關注兒子的戀情 反而掛著大腹肌 又自稱為了美食破戒 近日就分享了乳甲的照片 並帶讚她十年來吃過最好吃的美食 令網民感嘆成為食神的霆鋒 乳甲吸引過兒子Lucas 跳水皇后葛晶晶和霍啟江分後肉有一子兩女 一家五口幸福美滿 近日葛晶晶一家去了英國旅行 日前回港現身香港機場的時候 被網民捕獲他們一家五口 一共帶著七個行李箱 再每人揹著一個背囊 雖然行李又多又重 但他們全程都親力親為 身邊沒有其他人隨行 而身為大哥哥的霍中興也有幫手 拖著一大一世兩個行李箱 網民紛紛留言大讚霍啟江和葛晶晶玉兒有方 三個小朋友都不嬌生慣養 七十二歲的劉詠 日前自霸因為買樓而代入片案 他透露在廣州黃埔區 混入兩棟複式新樓 預先繳交了六萬元人民幣訂金 他今天特別舉行記者挑待會 交代事件 劉詠玉兒不知是他最終表現的單 我看為何會這樣呢 是租借合同的 我買樓變成租樓 我看買樓團為何會租樓去做 上天國六找我的律師上去談 他到昨天早上還打給我 如果你不按照合同去做 還給這些美款呢 就是違規 違規呢 我們罰你二十個percent 沒有辦法去想之餘 就說 喂 跟那些 就是 記者朋友傳媒朋友 說一下 掃一下自己不開心的事 真是多謝你們的傳媒 你們的傳媒 全大灣區都收到 那個租齒王被騙綠皮 那些事情 奇蹟出現 昨天晚上八點多打給我 他的發電商那邊 劉先生你是不是不想要停樓 你究竟是想怎樣 我說我不適合我用 我怎麼要呢 解約 大家沒有拖沒有欠 就是因為傳媒幫了我 九雲為九姑娘 2018年同富三代賽車手 陸漢陽結婚 但自2021年開始 就不斷傳出 他們分辨的傳聞 而自從今年5月 出過公關post之後 九姑娘一度 絕跡在社交媒體 去到近日 才重新活躍起來 除了日前 她帶了豐滿的身材之外 九姑娘近日 開始Latergram 她重新post過 一些神隱期間的生活照 包括6月去泰國旅行時 漂亮的泰服照 岑禮香和一眾網民 都大讚她好美女 有人還說 她好似泰國皇后